国民党现在分成三大 三大 怎么讲派法好了 这个是韩江沛 韩江沛 韩为什么找了江呢 看起来就是整个中部 哇 结盟了 还包括了像是卢秀燕 然后以及卢秀燕中部的那些子弟兵 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中部治理平台 所以就有媒体的人觉得 哇 韩国瑜 聪明绝顶 不像草包 这一招其实是杰出的一手 把这一股势力全部都拉拢过来了 那的确因为现在国民党中部的选举 结果是不错的 所以呢 这个卢秀燕 哇 变成了国民党内的 很重要的一个新共主 而高宏安在这个中部区域治理平台当中 他也是加入的 所以呢 蓝白合作看起来中部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指标啦 但是赵绍康不甘寂寞 这位副总统的落选人 不能没有我的角色 所以呢 他目标要可能是要成为最大的党 党内最大赤团啦 他要召集新科立委 亲自传授经验 然后他说立月蓝白合 不要把民众党当小弟 如不合作 民进党会笑死你啦 不是啊 我觉得赵浩康也很习惯 你把人家白银骂到一个臭头 然后现在我们一定要合作 蓝白一定要合作 这个是哪一个道理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阿晃好了 其实我觉得赵浩康 他大概忘记了 他离开立法院的时候 是1994年 1994年什么概念呢 就是那个是一个 连黑金刚都还没有的时代 什么是黑金刚 你不要装年轻 一种水壶啦 黑金刚是可以当凶器 也可以当水壶 黑金刚是花生 对 黑金刚花生战 云林黑金刚花生战 说到吃请记得找我 也就是说那个只有BB code的年代 现在都5G了 赵浩康 你现在是要传承什么经验 他连现在立法院 美国文会几席招委 恐怕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赵浩康 他完全就是刷一下存在感 不过我觉得现在朱立伦面对的是 我们讲一个党 如果两个太阳已经够残了 国民党里面现在好几颗太阳 赵浩康是一颗太阳 但是赵浩康在政府院长选举里 这一局没有你的戏 我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 韩国瑜是另外一颗太阳 然后呢 还有傅昆奇可能会跟朱立伦联合 变成另外一颗太阳 傅昆奇跟朱立伦是好朋友 是很好 对好 那我来讲院长这一局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就很政治 有时候是需要很务实的 就是选院长嘛 就是算选票 对 韩国瑜找江启成 我必须说他是个高招 因为韩国瑜如果得到云林张家的支持 张仑伟手上连韩国瑜自己有4票 对 那江启成因为他跟卢秀燕 已经没有所谓的选台中市长的冲突了 对 所以如果江启成全力找卢秀燕的话 我相信台中可以开出6票 可是呢 这样加起来就10票了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票 他们要再去争取 那再来看傅昆奇 因为傅昆奇感觉上动作蛮大的 因为国民党的立法院政府院 因为现在只是说韩国瑜跟江启成 昨天是表态要参选 他们真正确定的人选是党团要假投票 如果照以前的传统的话 那到今天为止是没有其他人表态 如果傅昆奇也表态的话 因为傅昆奇现在听说 他比较想当这个副院长 他没有很积极要争取院长 所以要韩复配 或是差复配 那好 如果傅昆奇也加入战局的话就有去 那请问朱立伦会支持哪一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朱立伦一定支持傅昆奇这一边 因为好朋友 对 那傅昆奇跟张荣卫也是好朋友 所以到时候张家的那4票 就扣掉韩国瑜自己这一票 那怎么办 有纠结 对 所以现在国民党其实 你说定于一尊吗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戏 那为什么我讲赵昆康没戏呢 战斗兰听起来 很伟大 所以有20个立委 问题是赵昆康在政副院长 这一局你可以叫得动几票 你可以叫得动几票 我跟你讲一票都没有 可是战斗兰有20个的话 一票都叫不动 战斗兰20个站出来很好看 我讲的站是站出来 可是真的要站的时候 要战斗的时候 可能会各自归位 他可能会各自归位 所以我觉得赵昆康 为什么我讲说赵昆康在这一局不会有戏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并没有办法实际的去票票入柜 这个是赵昆康因为你所谓的战斗兰只是一个比较行而上的东西 他不像地方派系或像傅昆康那种长期经营那种很扎实的人际之间的网路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局大概可能得要等 现在还处于放话阶段 我认为他可能要等到再晚一点 也就是党团准备要开会的时候 才会确定 那最后假投票产生 那当然韩国瑜的几率还是最大 还是高 韩国瑜的几率还是最大 只是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看起来现在蓝白河应该是破局了 蓝白河看起来应该是破局了 所以韩就应该就是跟他搭步 跟这样不会跟白了 对不过讲到这些 我必须要抱怨一下我们立法院长选举的制度 正好跟其他民主国家有两轮投票设计 正好相反 这很奇怪 第一轮三个没有人过半 取前两名到第二轮 照理说第二轮应该要过半才能当选 一般正常的两轮投票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刚好反过来 就第二轮你可以相对多数就当选 这当时这个制度设计的确有很大问题 但是韩国瑜如果当选立法院长的话 他就是受惠于这样的制度设计 国民党硬生生 就算那两票五党级 我们先不算 他硬生生就是比民进党多一票 而且现在都记名投票 你说要跑票 我觉得几率几乎没有 除非是讲好的 或者是盖出 不好意思我盖到我自己 对或变成废票 这样有可能 所以韩国瑜当选几率相对高 那我觉得绿这一边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要不要绿白盒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讲说 困难不在于说服白银 困难在说服民进党的支持者 这也不可能 你有没有办法说服民进党的支持者 因为其实的确 据我了解 党团里面有一部分的声音是说 因为欧洲有一些多党政治的国家 他们通常 没有一党过半的时候 通常主联合政府的时候 会让最小党的人当国会议长 欧洲国家的确有的 普遍有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最小党的人 就第一个 他最没有威胁性 就政治史来讲 最没有威胁性 相对公正 不是公正的问题 我觉得让立法院里面最吵 最会咆哮的去当院长 然后让他的党友 就是三三脑 去当副院长 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做提案 这个好像也是个不错 当院长就装了灭音器 对 装了灭音器 所以意识成会敲断 的确是我听到民进党团里面 的确是有这样的声音 那个人选应该就是黄珊珊 就是让黄珊珊当院长 最小的党不是民众党 最小的党是高金素美加陈超明 他们还没成团 要三个才能有党团 他们还没成团 所以我听到的是说 让黄珊珊当院长 然后民进党当副院长 可是那个最吵的 还在外面啦啦手 那就叫他们院长去阻止他就好 那可是呢 我觉得柯总招 其实那天上十期节目的时候 讲到一句话重点 就不是民进党拿到立法院长之后 以后就一帆风顺 也就是说 从政治算计的角度 我拿这个院长 我要付出多少代价 如果我的代价过大 后面的法案预算 又没办法一帆风顺 那我何必付这么大的代价 没错 柯威威威总招那天的讲法是说 其实立法院的接下来就是 每一次都是战场 每一个法案 每一个提案 通通是战场 所以不是民进党就算拿到立法院 政府院长 就表示接下来一帆风顺 然后事事顺遂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呢 是不是要拿实质的肉 这件事比较重要 可能在柯建民的盘算当中 因为毕竟最有立法院实战经验 合纵连横经验的 最会沟通的 恐怕也就是柯建民了 但是